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21日通报 据招商局集团纪委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委员副航长丁伟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招商局集团纪委和青海省海东市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简历显示 丁伟1996年12月加入招商银行 历任杭州分航办公室主任兼营业部总经理 杭州分航航长助理副航长 南昌直行行长 南昌分航行长 总航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总航行长助理 2008年4月英伟担任招商银行副行长 2017年5月英伟辞去该职